记者蔡璋盛竹市报道,今天是世界地球日,新竹市政府在近期完工的南辽渔港国际风筝赛场,举办净摊活动,有64个团体共2700人参加。 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,市府打造新竹渔港渔人码头,除了国际风筝赛场还有关海步道渔场西洋的海滴,环境前景才有好感度。 感谢各团体、企业以身体力行,用净摊的实际行动,欢喜大家对环境的关爱。 副市长沈慧虹说,新竹渔港国际风筝赛场是最热门景点,有8公顷的景观大草坡,完全没有电线杆,可以让大家在安全的环境放风筝,也可以漫步在草地,顺住缓坡上到地方,观赏海天一线的无敌美景。 集住今天的净摊活动,大家可以先体验市府团队打造的新竹渔港渔人码头,也热情邀请大家,在假日带住家人或朋友一起来,在前进的沙滩漫步踏浪行走,迎住新竹的风,可以卸掉所有的压力与烦恼,重新充电,充满能量的面对生活,工作上艰难的挑战。 沈慧虹说,海洋资源是大家所有的,但垃圾却是由人类造成,尤其不易回收的垃圾塑胶瓶,经过风吹日晒与海岸潮汐冲刷后,会逐渐分解,变成小塑胶片,塑胶在自然界中并不会消失, 这些小塑胶碎片会随住潮汐进入海洋,影响海洋生物,进而影响到人类的身体健康。 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,所以大家应尽量少用一次性的塑胶产品,更不要任意丢弃塑胶废弃物。 参加淨灾活动,是救援自己与环境非常可贵的行动。 环保局长江胜任表示,为了落实海滩垃圾源头改善,淨灾活动采用国际淨灾行动海洋废弃物监测执行方式分类,也让新竹市企业、团体及民众明白如何改善海洋垃圾的产出及垃圾来源, 将潜境污染的海岸环境留给新竹市民及观光客,十分有意义。